更亏更高更强 某种意义上是以压榨人的潜能 或者激发人的潜能为代价的 平白无故的 你就说我们天天也不去练 就想跑山得冠军 不大可能啊 也不现实 百健出生在葫芦岛市的建长县 那里是辽宁省最贫困的山区之一 小时候呢 他每天都要跑步上下学 年复一年 日复一日 练就了长跑的速度和耐力 后来他考进了体育学院 毕业后成了安山市的一名中学体育教师 教育部跟我们的正式挺好的 就是说等级运动员 就是二级以上的运动员 高考的时候 去享受加分的待遇 包括可以是高水平运动员特招的 百健相信 通过艰苦的训练 即使没有体育天赋的孩子 也能通过特招考入大学 身体调整好的孩子 甚至可以发展成为专业运动员 看来 这就是他要求孩子 进行艰苦训练的目的 其实这个出发点挺好的 但是孩子们却遭了大罪 在零下二十多度的冬天 孩子们跑步时出的汗水 立刻就结成了冰 即便这样 长跑也不能停止 那咱就不得不问了 这些孩子都是从哪来的 他们为什么愿意接受 百健的这种训练呢 大罪 有事 只能够 啊 这些人 都会比较高充 进行